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遇到姜伯老师 老师告诉你 凶万半年一定让你改变 不管工作 财运 事业 感情 健康 都一定让你改变 名字影响非常大 比如说你姓陈 姓陈你属鸡 主线就是有问题 为什么 陈旁边有个东 东方属木 金刻木 就是伤到脑神经系统 睡眠品质 掌上没有助力 就是因为你姓陈 所以什么样姓氏的先生 生什么样的小孩 哪一年生 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姓黄 你刚好属马 属蛇 属羊 他当然不错 如果你姓姜 你身上属鸡的 身上属狗的 就倒霉了 所以姓氏跟生小孩有相对的关系 生对小孩忘六年 生错 衰六年 王健民 那个棒球选手王健民 在98年 牛年那一年 生小孩 结果他就衰了六年 到现在还在衰 从民国98年衰到现在 为什么 王健民 牛可以逢我吗 大只鸡狗抓去台 结果你是小孩 所以运势就差了 如果你容年生 你虎年生 你当然忘 所以生对小孩忘六年 生错小孩衰六年 有些人感情一致不是很顺 没有贵人 他说 江老师 我这四人出小孩都没贵人 人际关系也不好 为什么 我说 你的名医 名医叫姜伯乐 而伯代表名医 就是名医出的问题 名医的右手边代表人际 代表你的外缘 代表人际关系 代表你跟兄弟的情谊 如果不好 这些都不好 名医的阴边 代表跟姐妹的助力 代表你的规划理 你的企图心 如果不好 怎么会忧伤掉 名医的阳边 代表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官 肾脏强不强 厉不厉害 有动故吗 跟名医有很大的关系 跟子宫 妇科 妇女病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女生一旦 名医的阳边 名医的阳边有问题 你的子宫 妇科就容易出问题 很多人赚了钱 但却存不住 有的人 他说他贪过十亿 我说 你现在穿多少 他说存五百万 我说笑夕阳 探柴的那存五百万 对吧 我像老老的青菜的五百万 老师看风水算命而已 赚了道权 却存不到权 那是名医的阴边 比如说姜伯乐的乐 那个木代表阴边 存钱存不住 比如说吴宗献的献 下面那个心 代表你的财库 但吴宗献是属老虎的 心代表肉 老虎吃肉 所以他还是蛮有钱的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钱 看名字就知道 所以取名 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 你可能八字不好 但名字取得好 你的差异一样会进来 你的八字很好 但名字不好就是不好 所以名字可以影响到人的一生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甚至比八字还重要 如果交给一位会取姓名的老师 他影响那么大 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当然观众可能有可能 不相信 或是认为不可能 老师常在脸书分享 每一次的分享 都有一二十个人 打电话来 或留言说 老师 自从你改名之后 我买了房子 赚了多少钱 取妻 买房子 买交车 什么都有 什么都顺了 所以名字 关系到你的一生 取对名 对你帮助很大 古时候说 教你意义 教你一个技术 还不如跟你取个家名 帮你取个好的名字 你可能传给他很多的记忆 手法 他去做生意 结果呢 钱存不住 你还不如给他一个好名 那他能够身体健康 钱也存得住 所以跟名字 就有很大的关系 有的夫妻感情不好 脑子要离婚 老师常讲说 你把两个人都改个名字 半年内 如果还想离婚 你们就离婚 半年内 如果变好 就不要离婚 你才改一个名字而已 就像改变这么多 可以不用离婚 何乐不为 所以姓名 对一个厉害的老师 会取名字的老师来讲 不管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外缘 兄弟姐妹的情谊 你的规划力 你的企图心 你的肾脏 这个肾脏的功能 你的财库 都有很大的关系 跟名字 有个很大的关系 所以 取个好名 能够让你富裕一生 让你一世人都好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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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